晚安你好 欢迎收看民事晚间新闻抢先报 我是刘芳慈 首先带您来关心这一起车祸意外 也提醒观众朋友 这个大货车载货 门要关好 户物要栓好 张化田中正的中正路还有原急路口 上午就有辆这个欧义式的大货车 他因为车门没有关好 所以车上大约有100桶的沙拉油 被甩出车外 导致马路上一片油腻腻的 幸好当时没有人车经过 无人伤亡 台南世间上有传出一起 公车还有机车相撞的车祸意外 85岁的机车骑士 他被卷进公车下方送医不治 骑士的孙女 他当时是骑车跟在后方的 所以当场募集 爷爷惨死 死者的家属指控 是当时这个公车速度太快 造货 但是公车司机强调 当时车速其实只有50公里左右 我们日前独家为您报道过 发生在新北市新庄地区 有一名这个羽衣大盗的偷包贼 落网了 事发在16号的晚间 新北市新庄的庙口夜市 当时穿着一个羽衣的骑士 他非常迅速的这个速度 伸手偷走一个放在店门口的包包 过程不到两秒钟 被害业者报警并且PO到网路上 警方以车追人锁定了36岁的图信女子 社友众嫌 他被逮之后也向警方公车说 没错是我偷的 那为什么要偷呢 他竟然说因为我无聊才会想偷包包 社会消息继续来关心的是 云林金铜香出产的乌龙香蕉 外销日本大受欢迎 但没想到因此成了窃贼寄鱼的对象 金铜总共有四处的交员 陆续遭窃 交农因此损失了40几万元气的报警 警方调阅了周边监视器 锁定特定对象 逮捕了两名男子 他们也坦诚偷香蕉拿去变卖 那么现在被依照怯到罪移送罚办 行政院长苏贞昌和文化部长郑立军 一同出席动漫活动 那么对于郑立军他日前被资深艺人赏巴掌事件 苏贞昌他也再度重申谴责暴力行为 那么也当场肯定郑立军他坚定的推动转型正义 那么郑立军他今天要在念这个受难者的遗书时 一时情绪激动面道哽咽 好不过谈起这个被掌巴掌的事件 他还透露说其实自己被打当天呢 就赶快传简讯给他的老公说 请你这两天不要看电视 转换一下心情 摇滚歌手500他不但爱玩音乐 也是重度的摄影迷 那么今天他就受邀站台 分享了自己拍照的心情历程 还预告自己即将要发行新专辑咯 好今天还有很多重要新闻 我们稍后广告回来带您一一关心 包含美国军舰四个月以来第三度通过台海 国防部证实昨天美军驱逐舰麦坎贝尔号 还有补给舰华特迪尔号从台湾海峡北上 太平洋舰队表示这是例行性的自由航行 完全符合国际法规 美国将会持续捍卫航行自由的承诺 年关将近提醒观众朋友 若您可要特别当心 发生在新北市的汐止地区呢 就有两名恶劣的顾客 他们前往咸水机摊 来买这个150元的咸水机 当场付了两张假的100元 老板没注意还找回他50块钱 但是在事后清点的时候 摸一摸才发现奇怪 怎么这两张钞票摸起来不仅质感怪怪的 而且仔细一看非常的扯 这两张钞票的流水号竟然还一模模一样样 好不过其实钞票尤其是百元的 要怎么样辨别它的真位呢 除了刚才说到的摸起来质感会不一样 另外还有流水号也要特别注意 其实流水号这个变色安全线 它的位置还有颜色真假钞一笔 也是非常的大不相同的 好不过这名收到假钞的老板 他说怎么也没想到现在竟然连这个百元钞票也得提防 他气得直接把这两张假钞给当场撕掉 做生意还要注意的状况 大家还有就是这个顾客跟这个消费者纠纷的相关事情 尤其是服务业 这真的是心酸各中滋味 一名动饭老板他就在网路上揭露自身的遭遇 说有客人用餐之后 从这个脸书私讯给他说 你们的饭很干酱不够 我当时已经向你们的店员反应了但是都没有被重视 所以我现在要求你要限期退我钱 另外这名客人还宣称说我吃完拉肚子了 你最好赶快退钱 否则我要诉诸媒体 好不过这名老板他也把当时用餐时间的影音档都看完 听完之后自认其实他的员工是服务周到的 所以他今天也出面霸气的回呛说 我宁可不赚钱也不让我的员工被欺负 现在的确好多政治人物都在开直播 那么尤其是新上任的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几乎一天一支短片来说明政策 但是这回他却被网友抓包说写错字了 其中这支是在讲非洲朱温的相关罚则的影片 讲到不准入境 那么这个准竟然写成了标准的准 对此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凯 他看到了就借机很酸说苏院长你在抢当网红 想要救救蔡英文的时候 也请你们救救蔡中文好吗 对此苏贞昌他也是先肯定自己团队的小编说 不会啦我们做影片的技术是很好 但是这样子写错字的情况呢 我已经要求团队小编要法写十遍 幕僚也赶快把这支非洲朱温的相关影片赶紧加工 把影片当中的错字用红笔圈起来更正来化解尴尬 由于台南市在五天之内也连续发生了两起虐童案件 台南市议员林彦祝他23号在议会质询的时候 就批评说社会局太松散了吧 在质询的过程当中他讲出了一句话说 有个团体叫NGO 这样子的质询片段poil网路上好多网友笑翻了 另外还有激进党的党部主任也说太可笑了吧 怎么会犯这种错 因为NGO其实是非政府组织的缩写 而且行之有年了并不是一个团体的名称 好引发这个风波之后 林彦祝隔天在脸书上po文道歉 但是他是说只是一时情急口误了 好国中的校园怎么变成了宾市车的展示场呢 新北市清闲国中校长游文言他就被人爆料说 涉嫌在学校的碧雨活动区停了四辆的宾市轿车 甚至很夸张他还把这个宾市轿车的电瓶拿到学校的理化教室里头来充电 好不过面对这样的质疑呢 游文言校长他今天出面强调说 我停放这个宾市车的地方其实是学校的无效用地 但是现在竟然已经引发争议了 所以我已经找来的拖车把这些宾市车都给拖走 好不过至于也已经利用到这个理化教室的资源来充电 他为此也出面向外界道歉 最近是吃螃蟹的好季节 有网友在脸书的社团po出了一张螃蟹照 不过这照片怪怪的仔细一看这里的蟹膏 好像外星人阿凡达的颜色吓到不少网友 不过业者还有专家都说 其实蟹膏会因为螃蟹吃了什么 所以有所不同 但是还真的没有看过这种蓝色阿凡达式的蟹膏 好所以也提醒观众朋友 这种阿凡达颜色的蟹膏 千万不要轻易的随便吃下肚 好即将要过这个农历春节 长达九天的连续假期 不知道观众朋友会不会有想要出国玩呢 由于九天很多很多人可能会去欧洲 但是非欧洲航线最怕就是遇到这个搬机 航班出了问题 而且你还求助无门 甚至是航空公司的这个解决方式 也让人感到真的很无奈 好就发生了长荣航空有架BR 这个搬机呢 原定伦敦时间在22号晚间要起飞 回到台湾的 但是没有想到 却分别因为包含有机物的问题 还有他们自己长荣机组员 认为执勤超时了 所以一连三天都延误航班 旅客三度静静出出机场 滞留了在伦敦的机场三天 都快气炸了 尽管长荣航空他们为此道歉 好但是今天下午呢 有85名的旅客已经先回国了 依旧是抱怨连连 那么目前甚至还有70名旅客 他们留在泰国曼谷等待转机回家 新北市长侯友宜上任届满一个月 那么今天上午他特别前往新北市瑞芳 来推广青春山海线的观光旅游 推出套装的旅游的行程呢 串联邻近的景点 要构成一个绿色旅游动线 侯友宜他今天除了亲自体验 深澳的这个Rail Bike之外 还加码把这个优惠的票价时间延长 另外他也推荐了深澳在地渔村的特色美食 就是要推广北海岸的低碳绿能观光